因应国内电子产业传出移工群聚感染问题 贫农县政府立刻盘点境内15785名移工状况 并查访19家有50人以上移工企业 强化防疫措施及分流管理宣导 公司做好全面的查厂 包括住宿的管理宿舍的管理清洁的维护等等 那么针对所有的有所谓移工的企业全面来筛检 屏东7日公布新增一例本土确诊案例 同样是居家隔离期盼后裁检 结果由因转阳确诊 类似个案累计已有6例 县府已渐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提供专家进行研议 被匡列的居家隔离目前有66位 那我们也从6月4号开始 只要被匡列为居家隔离者一律 住到这个防疫旅馆 也特别针对防疫旅馆的部分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补助 另外县府因应疫情趋势及企业需求 在全县设置包括屏东科技产业园区 内埔工业区 平南工业区等6处移工筛检站 疫苗施打部分 除了33乡镇市卫生所及14家责任意愿外 也规划3处大型疫苗接种站 待中央播配疫苗就能立刻施打 原始新闻巴朗 屏东市 想不到